中国好声音自己开播以来,已经建立了姐姐的协力,然而作为六朝元老的纳英,10月11日宣布将不再参与后续中国新歌声节目录制,声明中表示,六年是时候和大家认真说声再见了,这一次通过工作室正式和大家说一声,这次是真的,青山不改,绿水长流,咱们江湖再会。 由于最近陈奕迅曝光了新歌声的黑幕,陈奕迅就说到,在一次初选中,导演叫他和纳英对某选手按钮同一时间爆灯,以增加争抢学员的喜剧效果,但两人觉得这位学员不适合他们,所以并没有暗。 纳英不但没有正面回应,更表示,作为和节目组签约的艺人,就与当听从节目组的安排,如果破坏了行规,就违反了艺人的职业道德。 纳英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,一纸程序破坏了行规,违反了艺人的职业道德。